外的学生出租宿舍被爆料很多其实都是违建 除了顶楼是家盖之外 甚至还有两间房子就粘在一块的 由于附近有眉山断层 如果发生地震后果不堪设想 到中正大学附近走一圈 像这样租给学生的套房 到处都是但仔细看 房子都有点不一样 前后特别长 似乎是两间房子粘在一起 不止房子改建增加空间放眼望去 这边顶楼是铁皮家盖 旁边也是专门用来出租给学生 光用看的就觉得好危险 看家盖好像蛮多的 会啊 当然会危险 因为这附近是有点地震带 租房子当然要挑过 尤其是中正大学附近 就是眉山断层 何时会有大地震来 谁都无法预测 要是改建加上加盖铁皮 这样的房子恐怕撑不过 曾经在眉山发生一次 规模大约区的地震 每一山然后到经过中正大学那一带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大地震的征兆 不过断层带上谁都不该马虎 嘉益师傅表示会再到现场击查 要是抓到违建最高开罚三十万元 提醒学生也为了省钱 租到可怕的违建套房